然後那時候我們買規紀的時候 規紀是寫翡翠萊夢 我就想說翡翠萊夢到底是翡翠萊夢嗎 我就很不確定 後來就打電話去問 喔對對是翡翠萊夢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翠 歡迎來到我們的盲測系列 那久違盲測 我們今天是要盲測什麼呢 其實是之前有觀眾提到的說 因為我之前有發問問說 大家想不想看 那熱爾大全米香 其實滿多人頭想要的 但是熱爾大全米香有點貴 小貴啦齁 跟一般素食店差不多啦 那我們打算先從評測來開始 那今天的概念是這樣的 之前觀眾提示想要看 阿娘惟跟其他家的飲料店 評測看哪一家比較好喝 那為什麼是用盲測的方式來進行呢 因為我覺得我用看的 會有點影響到我的判斷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直接盲測 直接喝 我們不猜它是哪一家 可是我們排順序 從不好喝到好喝這樣 說明廖老大第一名 對啊 有的時候廖老大的那個 阿娘惟喝起來像什麼 說出來 喝起來像水溝水 我是不知道 不是我們說的喔 對對對 我們有看到youtube上面有人說 廖老大的阿娘惟喝起來像水溝水 我不確認是不是那一家的問題 但是 我後來有一個疑問就是 所以她喝過水溝水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吃吃吃看 說明我們廖老大意外的第一名 喔 不知道不知道 今天沒有工商 所以我們就來盲測 耶 我們今天準備拿幾家飲料 嘿 我準備這幾家 分別有我們 茶湯會 然後還有我們Coco 大院子 還有龜姬 以及我們的廖老大 對 其實廖老大它的阿娘惟 簡單來說就是 翡翠檸檬這樣 我們全部甜度都正常 都一樣對不對 對 都半糖 正常冰 沒錯 然後那時候買龜姬的時候 龜姬是寫 翡翠檸檬 我就想說 翡翠檸檬到底是翡翠檸檬嗎 我就很不確定 後來就打電話去問 喔對對是翡翠檸檬 然後還有 檸檬爸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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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檸檬爸而已 媽的是我家的 媽的是我家 檸檬 那等一下怎麼盲測 就是 你先拆 然後到 那如果各位觀眾喜歡盲測 謝謝耶怕請記得點個喜歡 然後想要看盲測什麼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開開 開觀驗 觀驗 好可以去哪 來 待著待著我等一下就這樣 待著睡覺 好好睡 待著你到睡覺好像不錯耶 我聽到貓咪的聲音 來囉來囉 好了你可以醒醒了 你再不醒的話 我從一匹包裡拿一萬二 裡面也沒那麼多錢 我從你的卡裡拿啊 我卡裡也沒那麼多錢 沒有 我好像有用過你的中信 我怎麼不知道 嗨 我們來盲測 最終在前面 他一定要背咧 在他們更前面 所以還好 對對對 好先從右邊開始 第一杯 翡翠檸檬 盲測 這一家還不錯 還不錯 比較偏向適中一點 就是比較 中間我覺得還行 這樣 我們先放著 我們等一下來看 下一杯 比較有那個 對對這杯 對 你很棒 有嗎 有嗎 這杯比較淡 有可能是因為我每一杯都沒有 換沒關係 這是第一杯 這樣 你的第一名放右邊 第一名 這是目前第一名 好放右邊 第三杯 它有一股水果味 果香 它有點果香 有耶 我喝到它檸檬味了 我吃到它檸檬 有一些 喝起來會比較偏向就是調過的 就是那種 它不是拿真的檸檬去用 它其實有加濃縮液之類的 它這個喝起來是 它有果香的這樣 可是真的炸那一顆 它真的有果香 因為我剛才吃到它的 果肉這樣子 那應該蠻酸的吧 它沒那麼酸 但是它也沒那麼甜 可是它好喝 它蠻好喝的 這個的話我給它 第二名好了 這是第四杯 好酸 它味道很濃郁耶 非常濃郁 什麼的味道 就是檸檬味 超濃郁 而且它沒那麼冰 它可以這樣 這是第三杯 喔 所以它變第三名 對對對 最後一杯 三小年自己的嘴巴 都不知道在哪 喔 這一杯跟剛剛那杯味道很像 你說 你剛剛倒主第二次喝的 嗯 這不是鏡子畫面 這是三跟四 欸 通通往後了 欸 我覺得這樣可以 你先喝的是最後一杯 第五杯 然後這是 剛剛用第四杯 喔它比較酸一點 第五杯比較酸一點 還是你要再加一點 它快沒了 沒事 這樣好了 這兩個就要換 第五杯 好OK 那稍等一下喔 來請揭開 登 唯一是第一名這樣過去 所以第一名是龜季喔 對啊 因為龜季有果肉啊 喔是喔 它是我裡面喝到唯一一個 還有果香的 不是吧 有果香的是那個 喔對不起 提錯了 我已經忘了龜季是怎麼回事 喔 因為龜季的酸甜度 我比較喜歡啊 對對對 然後大願子是有果肉 不愧是大願子 還有果香 其實這兩個差不多 我都蠻愛的 然後再來就是COCO COCO就是基本款 就是我自己本身 皮湯就會喝的那一種 所以基本款以下就是不好喝 就對我來說還好這樣 不好喝是嗎 還好 你看廖老大 怎樣 廖老大排 倒數第二 然後茶香會最後 我覺得是茶香味的口味 不適合你 我會再點 點到七分糖 太酸了 太酸了 對阿娘味呢 它比較在柔和一點 比它還在柔一點 偏酸但是比它在柔 它太酸 錢會比較少這樣 還好不是廖老大第一名 不然我就 廖老大比說的飲料店好喝 觀眾在我下面那個會那種 我討論的很激烈 我覺得龜季跟大原子都很實至名歸 因為就是品嘗大家都蠻愛喝的 但龜季比大原子 同樣的甜度它比較酸一點點 然後大原子是比較在甜一些些 然後COCO就我剛剛講基本 它有加一顆耶 所以它應該也有果肉 沒有你剛剛說超酸的就是這個 喔原住的啊 那很明顯啊 因為它後來改名叫什麼檸檬吧 然後我不知道 我就直接問說請問要有北翠檸檬嗎 他說檸檬罷是嗎 我朋友是一樣的東西嗎 檸檬罷是吧 然後炒糖會 抱歉啊炒糖會 所以其實也還好啦 其實還行啊還行 也有可能是店家的問題 對然後我覺得也應該跟大眾 大家喝的差不多 因為大家大原子應該也是排比較前面這樣 然後歸季也是 然後COCO就是介於一個平價適中 COCO就是平價代表 我覺得啦 學生應該都買了很COCO的 對因為COCO算平價 跟那個誰一樣50男 然後最後就叫我到炒糖會 剛好口味不適合我這樣 還好不用猜哪一個是哪一個 這個是最簡單的 能夠測出來拿來杯是真的好的嗎 因為很直觀 對因為很直觀 因為我都 我都猛眼了 剛剛就是完全沒有睜開眼睛 而且我還調換位置 好啦各位觀眾 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 讓大家對於今天的評測 喜不喜歡 這樣 我最直觀的喜好程度 這樣 沒想到我最愛很歸季 我自己也很喜歡 我以為會是COCO或大原子 抱歉了 炒糖會 所以COCO如果說基本份的話 它就是7分 差不多 那請問一下你給後面兩個幾分 5 4 沒有到6的程度 6就是4張 對我來說沒有 甜味啦 主要 它太酸了 因為每一家的半糖的甜度 其實還是不一樣 有微妙的差異性 對對對 所以還是要看他們 那一家本身加了多少這樣 是啊 那對我來說還是偏酸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各位觀眾 如果想要看我盲測什麼 或是停測什麼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好 記得去追蹤的歌迷 按照我的朋友 追蹤的思考 那每週六日的下午一點 會在 甜蜜頻道更新有新影片 那每週六日下午三點 有更新媽咪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